大西亚慈激之工在八珠八峡 一所托儿所和新山人文学校 分别为慈幼班的孩子举办活动 导致小朋友在生活当中的坏习惯 桌上各种零食 小朋友看得也好要乱 八珠八峡的慈激之工 把咱们回来搬到教室 让慈幼班的小朋友建立用钱的观念 不要买太多零食 买一点点这个 太贵的东西不要买啊 春天 一天存一毛钱 四天都存一块钱了 有在小小的精灵啊 而在新山人文学校 慈幼班的孩子有个两天一夜的应对 难得的外宿经验 让他们兴奋不已 志工带着小朋友静坐 让他们能静下心学习 我把我两个孙也带来进了慈激 希望慈激可以给我的两个孙 很好的教育 小朋友从装整头套到吃饱洗碗 统统自己动手做 透过团体活动 让孩子从小就养成好习惯 大家新闻 真山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道 我们下期见